香港民众严厉谴责部分激进示威者 冲击中央政府驻港机构 玷污国徽等恶劣行径 要求将激进分子绳之以法 维护一国两制 维护国家尊严 香港各界民众表示 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代表国家权威 国徽是国家的庄严象征 必须尽快将暴徒捉拿归案绳之以法 呼吁广大市民一起反对暴力 维护法治 守护香港 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 他们竟然敢盯东西 弄安装我们的国会 这个当时我一看到我就很震惊 接下来就觉得很愤怒 然后就是很痛心 身为一个中国人 是不应该对自己的民族 对自己的国家 作出一些这么侮辱性的东西 因为始终不对讲到对暴力 不是解决到问题的事 不应该是用这些违法的形式 去处理任何事的 因为香港的核心价值是法律 你这样做就是挑战法律 违法的东西一定是要处理的 他们这种行为呢 我们是绝对不会姑息的 香港的市民也不会容忍的 他们这种行为呢 已经是到达了一个 无法无天的一个地步 我们一定要守护好一国两制 我们一定要守护好 我们香港的法治 守护我们的香港 所以我们每一个香港的市民 我们都不能够再沉默 容忍暴力 再容忍这些挑战 一国两制底线的违法的行为 我们都不能够再来